在居家康復大部分台灣現在都是以印尼為主 過去包括菲律賓 包括越南等等 但是印尼你要知道那個為數有19萬人 19萬人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麼現在因為很多的國家認同跟承認的問題 我們只能跟印尼用所謂的仲介公司名義過來 那麼所以他現在 我們既然要求你必須要有核酸檢測證明 你全部都陰性 結果你也不能說全部 不過大部分的幾乎都有陽性確診 讓你居家檢疫 我們現在已經把他們集中在一個地方 讓他們可以居家檢疫對不對 結果最後一測 剛進來的時候測是陰性 緊接而來又陽性 你知道嗎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 使我們大家必須要有心裡面會有個懷疑 那你這一張紙 這張檢驗報告有沒有意義 會不會造假 這重點在這個地方 你如果造假對不對 有到沒有不是一樣對不對 但是他們還是大概不用怕 原因是因為他們其實還是集中檢疫了14天 國人的話是到防疫旅館還是在家裡集中檢疫14天 所以現在對印尼漁工對不對 要特別小心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現象最嚴重 如果你其他之前還有菲律賓 還有來自於很多國家 美國都一樣 可是現在幾乎這幾天都集中在他們那邊 而且量非常大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考慮 那麼大家也要知道明天開始全部要戴口罩 帶有八大場所 包括一些室內的 像現在很多人你到超市去到哪些去 大家已經習慣了 安逸慣了 你知道嗎 口罩就戴不回去 那在一些地方可能明天開始 因為捷運 高鐵本來就要戴口罩 然後看電影 聽演唱會 本來也要戴口罩 甚至於要實名字 那麼現在就是把之前 已經比較大家放鬆些的地方 全部給他弄上來 然後把它扣起來 等於說皮疙瘩了 不過所有的一切 其實如果境外回國的 不管是台灣人還是外國人 都14天檢疫 像我們美麗的主持人 美國回來14天對不對 每天在家裡追劇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 有啦 看你們 那就都OK 對不對 大家都所規矩 我再附帶一下 我14天隔離完之後 我前天就去做了篩檢 對 又做儀式 對 昨天已經拿到陰性的報告 我們都看到那個陰性的 那就OK 這樣就沒問題 這樣都是大家都安全的 不用太過於這個 印尼移工的 所謂的零付費的政策 其實它跟這次的疫情 其實是兩條平行線在進行的 但是印尼政府長期為了 在海外去捍衛他的移工的權利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我們的外籍移工來到台灣 其實被仲介所所取的所謂的仲介費用 大概不一而煮 大概就像我印象中越南大概是最高的 越南整個下來可能要將近20萬 那印尼菲律賓大概也要 平均值到10萬到15萬中間 那這個費用其實包括 你說所謂的什麼訓練費用 然後包括了要先做保證的機票費用 然後當然還有仲介的費用 那在台灣這邊不見得會收 可是他會在外國端 就在印尼端 在越南端 在菲律賓端 透過仲介去收取這樣的費用 那也因為有這樣的費用 就會被人認為是不是剝削的問題 也因為有這樣的費用 所以有些外勞來到台灣的時候 算什麼不合 我一個月轉一轉 結果前半年 甚至以前傳過說到前兩年的錢 全部都要先給仲介 那乾脆他來了就跑了 所以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逃醫外勞的問題 那從印尼的角度 他是為了保上他自己的權 他自己勞工的權益 那不斷的再跟其他國家去做談判 所以這個部分是這樣去進行的 可是回到疫情的這個部分 這是另一條線 其實你看今天因為三點半才公布 新的24例 不知道 那昨天的8例裡面 昨天的8例裡面 就是都是印尼移工 所以現在就不知道24例裡面 不曉得到底是狀況 不過昨天的 還可以判斷一個狀況 因為8例裡面印尼移工 裡面有4例 是來自同一個仲介公司 那這個東西就有對話 你哪加多賀 我這麼多印尼移工 從不同的仲介公司 來仲介來到台灣 結果你發病的 你被驗出所謂是 這個有陽性狀況的 那你原來的核酸檢測 都不對的 這種狀況的全部來自同一家 有一半來自同一家 那這比例就是嚴重的偏高 太奇怪了 對 那這個部分就是 我覺得政府就應該去追查的 那事實上 就我調節 政府在之前 也因為有這樣子的情況 已經有8家還9家的 這樣子的仲介公司 因為這樣被勒令停止 這個招募這個印尼的移工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要繼續落實的 這個東西你必須加大他 對於這些所謂仲介公司 為了要在這段 這個急迫的時間 讓移工可以過來 那期貨可居 來不了 來的就是一定賺的 讓這些人可以過來 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製造一些假的 這些所謂的證明等等之類的 你要去防堵這些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你就是 我覺得就是要加大力道 你覺得有問題你就進 那這個東西跟剛剛講 他那邊要什麼 要零收費這些東西 這是兩個不同的狀況 我覺得並不衝突 那你在禁止的同時 當然你就是要 讓這些仲介公司 有更大的這種所謂的責任 去確保我來的這些移工們 是沒有這樣子的一個風險 然後經過這種合格的 有效的證明才可以入境 那這個是在這個部分 那順著剛剛委員講的部分 很多人因為這樣 再去質疑說 那是不是禁止 禁止外籍移工 或禁止這個所謂外國人 外來人口 來到台灣 或者他必須要符合三天 前先拿到相關的證明 才能入境等等等等 他覺得禁止外來人口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禁止本國人回國 他說你這個違憲 這國民黨拿什麼來比 國民黨拿當年四字五五八 那是什麼東西 就是以前本民民 一些我們一些 前輩的黑名單人士 被禁止回國 後來被大法官釋先 你這個違憲 本國人不可以禁止回國 你拿這個東西 你拿當年你國民黨搞的這種威權的 禁止本國人入國 人家被人家宣布成違憲的東西 你來說現在為了要防疫 禁止本國人 因為沒有拿到核酸檢測而無法入國 真的是把他拿清朝的 拿明朝的劍再斬清朝的官 所以這個其實邏輯是導致的 而且事實上 在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事實上我們傳染病防治法 是有提供相關的法源 是可以讓這些本國人 說因為這樣的因素 可以暫時禁止他入國 如果你真的有特殊的因素 像衛福部陳松部長 這幾天也講得很清楚了 你有幾種特殊的狀況 你還是可以回來 回來之後 但是你沒辦法 剛剛委員提到說 萬一真的沒有辦法 情況之下 我覺得這部分 反而是為什麼要提出來 說你所謂的特殊情況的類型 所以有什麼配套措施 對 你的配套措施是什麼 我舉一個例子 當年SARS大家應該都還有印象 當年SARS台商 因為和平議員的事情發生了 後來怎麼解決台商要回來的問題 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蔡英文是當陸委會主委 他處理的方式是 在機場回來 在旁邊以前那個海鮑螂的飯店 那邊就直接隔離14天 全部集中隔離 14天沒事你就出來 那這樣的方式 你可以讓確保這些人沒事 集中管理 隔離 第二 你可以確保 國內的防疫安全 所以其實還有很多配套措施 衛福部可以進一步的 完整的向國人做說的 對啦 就是還是要有些配套措施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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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